所以 还是决定回北京吗 也可能去上海 也对 你姐在上海 有个照应 你有没有觉得 时间过得特别快 快 重新出发的力量 你积攒起来了吗 我感受一下啊 差点意思 快了 那你心里的事 应该也放下了吧 之前想放下 现在不想放下 你不能放下 你不能放下 我们心里真实的东西 都是有重量的 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 好好生活 虽然是 人生的道路上啊 难免经历一些坎坷和伤痛 这样人生才会成长 不过呢 幸好这些痛苦 都会很快地消散 时间会带走一切 也会治愈一切 最无情的就是时间 最温柔的 也是时间 真是 都快一年了 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 一年啊其实挺久的 嗯 像昨天的事 你这么爱他 你说什么 我 我没跟你讲过 我这天眼力见还是没有吗 不就是失恋了吗 你说 你这么一板扎大美女啊 这干活呢也挺干净利索的 怎么在感情的事情上 这么黏黏糊糊的 还辞职 是同事吧 为什么她不辞职啊 你看我干什么呀 我说得不对吗 你说得都对 他就是我今生之爱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真的得好好劝劝你了 嗯 不听 不听 回去 我说去哪儿啊 回店里啊 你不要逃兵问题啊 重新出发的力量 不也有了吗 行的 好 晚上来家里吃饭啊 黄焖鸡 黄焖鸡 把你黄焖红豆了 我让你切丝 你切这么大块啊 我就喜欢吃大块的洋葱 那你干脆整个直接搁 对对 眼睛 别别别别别弄眼睛啊 谢总 红豆也在啊 来了 马爷啊你来得正好 一起吃黄焖鸡 鸡就不吃了 我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 谢总 他们说阿药分乐的那个对象 从北京追过来了 就住小院了 你见过没 分乐的对象 你还不知道啊 住小院了 不走非要给他好 我啊 还看见他娘在小河边了 小河边 干什么 坐那么紧还能干啥 那个对 清嘴了 就这么好意思仔细看啊 大姐 再跟我说仔细点嘛 我跟你说 这事啊 咱们村里面都传遍了 是啊 说是看到在河边 不不不不不 关起门在家干的事 还在外面 也不注意的影响啊 我想起来了 红豆来的第一天 晚上我上阿药家去送牛肉 我一看这红豆在他家吃晚饭呢 这我就奇怪了 你说小院的客人 怎么跑他家吃饭去了 对啊 可见 人家是冲着他来的 我早看出来了 之前他和阿药 在我们冠军的摊子上吃烧烤 没来也去的 他还早看出来了 早看出来你不说 我回去问冠军 他俩是不是一对 冠军说不是 那我也不敢出来瞎说 这就都对上了啊 你们想以前来的义工不就是打打杂吗 这个红豆不一样啊 又出员工手册又给他管店 尽心尽力 人家还不拿工资 这不明白了的事 对啊 明白了什么呀 这就是老板娘 老板娘就是老板的老婆 所以红豆琴琴是阿药叔的老婆 他们没结婚 所以不是老婆 只要是还没结婚的老婆 他们结婚时 我们就可以吃到杀猪菜了 听说呀 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啊 好了好几年了 后来阿药要回老家做事 就跟这个阿妹分了 从你娘娘给她介绍几个 她弄一个看不上 就是因为忘不了这个阿妹 这个阿妹啊也忘不了她 这不就回来找她了 那我们家那蓝猪长成了的时候 不知道能不能办喜事啊 快啦 我都看见了 他们都去怀南老师家做媳妇去了 你家那蓝猪真好赶上 夏娜 夏娜 恭喜啊 我就等着喝艾药锅的十九啊 我先走了啊 总之现在姚苑已经越传越真 我们已经是谢总的过门的痴情未婚期 你们俩现在要是不结婚的话 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收场 好 来 我找你呢 红豆姐 这个送你 送我 啊 调得不错啊 为什么送我 我也没什么钱 就会这个 这是送子观音 观音抱着两个孩子 放在家里能烧双胞胎 你能不能别嫌乱了 嫌什么乱 这是我呀 那你可别后悔了 我还不后悔 我调得不好 你不嫌弃就行 我不嫌弃 我喜欢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你以后这个干什么呀 你没听下说是她一片心意吗 而且能生生过胎 那你想怎么收场 怎么收场 没有收场 这不关我的事 你们看什么呢 我们在看新娘子 新娘子 是啊 哪有新娘子 哪有新娘子 那儿 那就是阿妖叔还没过门的新娘子 对啊 对啊 这刚才是谁问的呀 不知道不知道 老婆 那不是我的 你懂人吗 你懂人吗 我懂人吗 就是真的 我懂人吗 你 ever